各位观众 你好 又开始我们理财资讯站的节目 今晚我们的节目是第27期 一年有52个星期 即是今晚我们是下一个半年的开始 我在这里特别是多谢大家 这么支持我们这一个节目 我们今晚依然是一小时的时间 一会我们节目的开始 会跟你讲到又是报税的话题 我们今晚也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我们稍后回见 节目的开始我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4月1日至5日有时间 欢迎你跟我一起去看《方舟之旅》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详细的情况 你可以上我谈天雪地的网址 就是我的名字 收穎.com 今晚我们节目的初段 也继续跟大家讲到 有关于报税的话题 我们有几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就是如果去年 你有卖出一些房屋 那要如何报税呢 卖出房屋呢 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的情况 就是你自己住的那间屋 第二个情况 就是你出租的屋卖出去 第三就是你出租的屋 但是你是用1031交换的 这三个不同的情况 在报税的时候 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首先是讲一下自住的屋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在卖屋之前的五年里面 你有自住了两年 你就每一个人都有25万免税 夫妇 即使是只有一个人有名 在屋契上面 只要两个人都一起住在那里 兼他们一起报税的话 就算没名的 他都有25万免税 那是1099S的表格 报这个税呢 就要看下 你有没有收到那张1099S的表格 如果你卖屋 单身的你卖的那间屋 是25万或者以上 而你结了分的话 你卖的那个屋的价钱 是50万或者以上 那个ASKRO 是应该给一份1099S表格 你有这个表格 就算你是可以 用你的25万或者50万 是免了税的话 你都是要报税的 你就报在Schedule D上面 但是你免了税之后 你是不用付税 但是都要报上你的税表 如果你收不到1099S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报在税表上面 如果卖了出租的屋 那这个是一个投资 卖了出租的投资 那你就要算一下 你究竟赚了多少 那就是你卖了屋 减少洗费之后 那就要看看 你原来的成本是多少 那因为出租屋 以前你是有折够的 那你可以用来折够那些的数 就算你以前没有折够了 你都是要将那个数 所谓recapture recapture 就是要将它摆在你的capital gain那里 那个税率是25%的 一般长期增值的税率就是15% 这些都是要报在Schedule D上面的 如果你是1031交换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首先你1031交换 你要用那个叫8824的报税表 但是如果你是近年尾的时候 你做1031交换 你是要在换出去那间屋 那一年来报税的 即是如果你在去年 是第四季 是交换那间屋的时候 你是要报在2018年的报税表上面 但是你近年尾交换 很可能过了一年 你都没换到的 因为你有180日的时间 那这里你要注意两样东西 你一定是不要报税住 你甚至你是要延期报税 即延到10月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跨了一年 你报2018年税的时候 你是要将你换回那间屋的资料 是放上8824的 那你如果还没搞定的时候 你是很难填那个8824的 所以你需要时间来填那个8824 第二就是税例上是说 你那180日的交换期 如果你一报了税 就已经结束了 即是你未够180日 你都没有的了 你都结束了 所以你一定是要延长那个时间来报税 就是延到去10月15日的时候 才报税 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到子女的收入 很多人问我就是有些子女她在读书 但是她又在外出有做些事 那怎样报税呢 第一样要看的就是她那个收入的来源 她不外是三个来源 要么她就做事拿到W2 要么她就做事就出1099MISC给她 要么她就有把1098T上面第五个价 即是她那个奖助学金 是多过她第一个价 即是她的学费集费 如果多出来的那个数 是那个子女的收入来的 所以是有这三个的收入来源 那这三个收入来源的报税 其实都一定是自己报的 不会是跟父母报的 很多父母就误会了 我仍然还是claim那个小朋友 做他的dependent 那是不是我要将她的W2 或者1099的收入 都填在父母的报税表呢 那个答案是绝对不会的 是子女如果要报税 她就自己报 我还有一些是关于子女报税的资料 是要告诉大家 不过现在我们要去买一买广告 我们回来我们继续讲这个话题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听到三藩市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欢迎收看《理财资讯站》 我们刚才说到子女的收入 需不需要报税呢 我就说有三种收入 要是在W2上面 要是在1099MISC上面 要是在1098T的掌助学金 是多过第一个价格的学费和集费 这三种收入的来源 子女需不需要报税呢 那就要看几样东西 如果它是W2的话 就要看第二个价格 有没有预先扣起税 如果它有些收入 但是那个收入又不过12000元 这个是子女的标准扣税额 那它是没有税要给的 但是有没有税要拿回来呢 如果第二个价格是有金额的话 你又想拿回那些钱回来呢 那你就要报税了 是子女自己报的 不是报在父母的报税表那里 1099MISC 它能给你 它的收入是超过600元 其实1099MISC的收入 如果是多过400元 它就要给一个叫自雇税 这个就是Social Security 和Medicare 那就是说 它拿到1099MISC的表格 就一定是要报税的 即使它的收入是不过12000元 它的标准扣税额 它不用给入息税 但是它要给自雇税 至于1098T 那你就要先减了那些学费集费出来 剩下来 即是多了出来的数 然后才是它的收入 那你就要看了 它的收入 连同它如果它还有其他的收入的话 加起来过不过它的标准扣税额 即是过不过12000元 如果不过呢 又是不用报税的 好了 下面想跟大家讲讲 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 在做家居护理 或者我们叫做IHSS 这个收入是怎样报税呢 首先我们就要看 你被你照顾的人 是不是跟你同住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很多的华人呢 他照顾那个人 是他自己家人来的 而且是近亲的 他们是一起住的 亦都有很多人呢 他做家居护理呢 是出去外出照顾其他人的 那同住和不同住呢 就有分别了 如果不同住的话呢 他的报税和他做其他事情 赚取收入的报税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他同住的话呢 在大概两三年前呢 就税例改了呢 就说如果你照顾那个人 是跟你一起住的话呢 那这个收入呢 是不需要报在税表上面 但是呢 如果你那个W2上面 它是放在第一个格 你仍然都还是要报税的 但是你报税的时候呢 你就在第21行 就是Schedule 1 今年开始 第1个Schedule 第21行 Under Income那里呢 你是一个负数 将它勾出来 一放进去 又勾出来 那就是呢 那个收入是不用付税 不用成为你的总收入的一部分 很多人问 那我照顾和我同住的那个亲人 我可不可以有社会安全的工作点呢 那就要看你那个W2上面 第3、4、5、6这四个格 有没有数字在那里 我近期见到的呢 就是照顾近亲的 他都扣那个Social Security 税 就是说你是可以有工作点的 那你如果是照顾家人 你又不想那个收入是出现在W2那里 令到你报税的时候呢 又要摆下去 又要勾出来 那么麻烦呢 你是可以填这个 叫做SoC 2298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叫做Self Certification 就是自己来到申报 说我照顾这个人呢 是和我同住的 当你递交了这个表之后呢 你以后这些的收入呢 就不会在W2那里出现呢 那你就不用理它了 就算你收到W2 3、4、5、6个格是有金额在那里 但是第一个格是空的呢 你就不用理那张W2的了 那这些报税呢 有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是 如果同住的话呢 你是不用将那些是当为收入的 如果你过去那两三年 是有摆下去做收入 有给了税的话呢 你是还可以修改你的报税表呢 来到将那些给多了的税呢 是拿回来的 好了 收不到W2了 或者W2上面有错了 那怎样呢 最先呢 就要和你的雇主联络 叫他改了 他不见了人了 公司举了一粒了 或者他不肯改了 那你就用个 452号税表呢 来到代替了他 而且呢 加州呢 就是用3525表格呢 是来到代替了他 那在这里呢 我就顺便一提了 有很多人呢 就说 我应该是出W2的 我是朝九晚五上班 我是个雇员 但是那个雇主都出1099给我 那怎么办呢 那 如果说不定 你那个雇主 转做W2的话呢 你是可以呢 是递交一个SS 八表格进去国税局 请求国税局来做个调查 看看你到底是W2 还是1099 但是这样做呢 其实呢 都有个难度的 因为你如果还在那里打工呢 你令到个雇主是被国税局去调查呢 那你那份工呢 就危危附的了 大家都要考虑这一方面 好了 那说一下这个礼拜 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 最大的新闻呢 就是昨天 宣布这个第四季国民生产总值呢 就没有预期当中1.9%那么低 出来呢 是2.6% 是不错的 那2018年呢 全年呢 全年呢 就平均呢 那个 国民生产总值呢 就有增长了2.9% 是相当不错的 而第四季呢 那现在呢 拥有自住屋的人口的比率呢 就升到64.8% 升了0.4% 那就是经济好些人有东西做呢 就多些人呢 是会买屋 特别是利息呢 现在呢 都仍是相当低 一月份的个人收入呢 就微跌了0.1% 而二月份的消费者情绪指数呢 也都是微跌了一些 就是93.8% 那我们呢 30年固定房屋贷款利率 这个星期呢 是4.25% 除了是62万6千以上的大额贷款呢 就是4.375 没什么升到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到这里休息一下 一会我们回来 就开始解答一些短讯进来的问题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 欢迎你收听《理财资讯站》节目 我们这一节呢 就是解答一些短讯进来的问题 我就读出来 接着呢 我就自己回答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学生 如果他做工赚超过6500元 要怎样报税呢 他超过了他那个减免额 又怎样报税呢 刚才我就解释过 就要看这些的收入 到底是W2 还是1099 如果是W2的话 就看看有没有扣起税 因为那个学生呢 他的标准扣税额 是12000元 他不过12000元的收入 如果没有预先扣起税 他就不用报税 预先扣起税的话 他就报税 将那些是拿回来 如果这个是1099 他就要报税了 因为他要付那个自顾税 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海外的账户 有多少资金才要申报呢 每一年 如果你在海外有财务资产 包括银行存款 股票 债券 这些呢 如果是有超过1万元 在去年任何一天超过1万元的话 你都需要申报 那是上网申报 那个叫做114号表格 那你是上网 你可以到我谈天说地的那个网址 我有一篇是讲到 关于海外资产申报 上面有那个link 你可以由那里上去申报 第三个问题 Social Security 和工会的退休金 是不是不用交周税呢 Social Security 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当收入 除非其他的收入呢 是有相当高 那么呢 他就有部分的Social Security 就要摆在他的总收入那里给税 工会的退休金 就是所谓Pension 就全部是要当为你的总收入一部分 联邦税又要给 周税又要给 2018年就开Uber 就赚了大概不到4000元 没有其他收入 需不需要报税呢 Uber 它是出1099 MISC 给你的 你是当为自雇收入的 你不是W2 这个超过了400元 你就要给那个自雇税 那你也是要报税 这个4000元是要报税 因为1099的收入 第五个问题 他说我们教会 就在洛杉矶买了一个教堂 那个地产税 我想这个是指 Property Tax 就很高 不知道能不能够通过 相关的法律 是来到减免呢 那 加州的Property Tax 是有减免的 不需要给的 有一些机构是不需要给的 那个religious organization 如果是宗教团体 就是你那个物业 整个是用来做宗教仪式用的 这个是可以申请豁免的 是可以完全免了 所以你就应该去申请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拿那个表 就请你给电子邮件我 我可以教你怎样填那个表 进去申请 完全豁免给Property Tax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说 在香港有两百万的家产 如果想把它匯回来美国 需不需要通知税局呢 这个呢 我假定这个钱是你的 你没有说是别人的资产 这个是你的资产 就是你在海外有资产 我希望你一直都有 报海外的财务资产 那你要把你自己的钱匯回来 美国是钱可以自由出入的 没有任何的外汇管制 所以你是可以把这些钱匯回来 是完全不需要通知税局 也都是完全不用付税 因为匯款进来 或者匯款出去 是不构成收入 是不用付税的 如果我的朋友在中国匯钱来美国 多少钱以下是不用征税呢 多少钱都不需要征税 完全是没有税的 钱银出入是完全不当收入 是没有税的 下一个问题 他说一共是放了10万在IRA 那里 不过他用IRA来炒股 就虚了4万 现在就要开始提取了 是不是一直要清了户口里面的钱呢 或者是要拿回4万元是补上去呢 首先回答后面那里 你的IRA虚了钱 你是没得放钱下去 来补回的 虚了就是虚了 虚了就是你将来 那4万元就没得拿出来了 好消息就是你不用付税 但是坏消息就是 你不用付税 就是因为没了那些钱 你没得拿出来 没得拿出来就不用付税了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开始提取 我不知道你是否70岁半 开始要做起码提取 如果是起码提取的话 你是不用全部拿出来的 你每年最少是拿4%左右 就已经符合了要求 不过你要把它拿出来也可以 但请你记住 你拿的全部都要放在收入那里 来给税 下一个问题 他说我和哥哥一起买了一地两个unit 两家屋 现在我哥哥想转给他的女儿 地税会不会变高呢 他转给他的女儿 父母子女之间的产权转移 是豁免地税重股的 但是如果你和他 是join tenancy 大家拥有 现在加了个女儿的名字 上去 就无形中 是他的一部分 你哥哥的一部分 转给他 那个是免物元税更改 但是你又是转了一部分给他 这样的时候 你转给他 就不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这里就有地税重股了 所以你应该先把你们两个人的拥有权 拆开 变成tenancy in common 然后他在他自己的部分 转给女儿 那就没有地税重股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他和姐姐共同拥有一间屋 是用join tenancy的方式 现在想卖屋能不能享受50万的免税额 还是25万呢 那个关键就是究竟哪个住在那里 两个人都住在那里 你就每人有25万 如果只有你一个住在那里 你有25万 但是姐姐的部分就没有25万 好了 今晚我们就回答短讯的问题了 你想起有问题 你是可以短讯进来的 我就在节目里来为你解答 短讯的电话是415-595-5361 我们稍后回见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 欢迎您收睇 李财资讯站 由现在一直到九点钟 我们也是现场接听大家打电话上来的问题 我们的电话是800-616-6220 提醒大家打了进来 hold住条线的 你就要听着电话 你在电话上 是可以听到我和其他观众的对话 就不要看着电视 因为一轮到你我一按的时候 就要跟你聊天了 你不要看着电视 因为有几秒钟时间的差别 好了 今晚我们第一位是关先生的电话 关先生你好 你好 我申请问你 现在我2018年 我要付税去一千元 有人教我 你开启一个IA币 付六千元 你就不用付税一千元 这样做法好不好 好 好 你的收入大概多少 我的收入 我和大太收入 除清了五万七元 OK 你可以放Aira 你可以放Aira 来减低你的总收入 减低了总收入 也同时减低了你要付税的收入 这个你不单止 可能省回一千元 你甚至可能有税拿回来 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 我赞成你这样做 好了 我来听下第二位 是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我想问一下 如何加个名字 进去那间屋 你想加一个人的名字 进去 是吗 是的 是的 OK 加名就一定要再登记一张屋契 屋契可以是Quick Claim Deed 甩名契 可以是一个正式的Grand Deed 总之要做一个新的屋契 那个屋契上 就是由你转给你自己 再转给你想加名的人 那就变成两个名字 做了这个契后 就要在地保官面前签纸 签了纸之后 就拿去County Recorder's Office登记 那要不要律师帮忙 你自己如果不懂得做那个契 大多数人都不懂的 你不懂得做那个契 那你就要找律师 或者找服务社 或者懂得做这些契的人 跟你做过那个契 还有你就要下载一份 叫做Preliminary Change of Ownership Report 你去登记的时候 一定要拿那份东西一起去登记 这个是不是叫做Joint Tendency 如果加名 你加名上去Joint Tendency 是其中一个方法 一般人都是用Joint Tendency 但另一个方法 就叫Tendency in Common Tendency in Common 即是不同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拥有权 大家是分开的 互相是没有继承权的 好 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 我们来到听下一位 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你好 你能不能点 小姐 我认为你 轮到你了 轮到我了 轮到我了 是 请你问 我说 弟弟有家屋60万 他卖给姐姐卖30万 在这种情况下 税稿会不会差他 或者在税务上有什么问题 你这个弟弟这么慷慨 半价卖给你 是的 弟弟有家屋60万 可以 那家屋是弟弟的 弟弟甚至两毫子卖给你都可以 除得他的 税务是不会吵的 因为那家屋是他的 他喜欢益你 他可以送给你 他可以半卖半送 三十万就是半卖半送 不过 你弟弟送了这么大的礼给你 凡个礼是超过一万五千元 他就有礼物税的问题 他怎样避这个礼物税 就是要填个709表格 来到用他终身一千一百万的赠与额 在里面来抵消 来扣 那就不用付礼物税了 所以他可以送礼给你 但是要填个709表格 中薪是一千一百万 中薪是一千一百万 一千一百万就是 就是现在的遗产免税额 一千一百万 是可以生前送出去的 多谢陈女士的电话 我们来听李女士 李女士 你好 你好林先生 我有个问题 我第一次是2016年 我赠了个709 就是我赠了B 现在2018年 我就要赠第二次了 就是说我赠的礼物是少过五百万的 不是 五十万 少过五十万 sorry 那我就要赠这个Schedule B 是 那我现在就是 不太确定 我在Schedule B那里 的书 赠哪个数字 A 我知道 Schedule B 那他说以前是最终的就是2016年 是吧 然后B 未必一定是最终的 即是你以前曾经是用过的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你就要带钱 你即是要说你以前是拿过多少 那他才知道你剩下多少 对了 我只是2016年是第一次 我从来没有做过 OK 那你不就是2016年那个 你要加上去 要填上去 那我就A 就是前2016年 是不是这样 A Schedule B 然后B就是前我上次 的地址 是吧 是 完全是一样 那现在C 我是前我 C 我是前那个 什么 我有点 C 是不是前那个 那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够中卖广告了 李女士 你给email我 有没有我email地址 我给过你 但是你可能看不到 你要给对地址 你上我的网址 看清楚地址 然后你再传过来给我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 欢迎你收睇 李财资讯站 在我未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之前 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是星期日晚5点半重播的 另外这个节目的录影 亦都是在星期一的埃曼 就会放上我谈天雪地的网址 亦都是会放上本台的网址 是在YouTube那里下载的 另外就是请大家通知 在美加其他地方 即是湾区以外的朋友 如果他想像你一样 是星期五晚 即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他可以上去SBTV 即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甚至如果他不介意打长度电话 他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 好了 说起电话 我们现在来听 下一位是陈太的电话 陈太你好 你好林先生 我想请问你 17岁的单身人士 多少钱收入才可以申请白卡 你说是67岁吗 67岁 过了65岁 申不申请白卡 就完全是看他的资产 不是看他的收入 是看他的资产 资产就不算自己住那间屋 又不算一辆车 如果有预先买到福地 又不算 他的资产是不能够过2000元 如果是单身 他就有资产申请 那他就有资产申请 但如果我退了以后 但我又去做工 那收入就会变得多 超过资产 你要分开资产和收入 资产就是你在银行的存款 你的投资那些 那些是决定你能不能拿到的 你的资产不过2000元 你能拿到白卡 然后再看你的收入 有没有超过一个数字 是你需要自己付一部分医药费 那个数字大概是1600多元 但你先决条件是 你的资产有没有超标 你能不能拿到白卡 你能拿不到白卡 你不用看收入了 我的银行存款不可以超过2000元 你银行存款和你其他的资产 是不可以超过2000元 你才有资格拿到白卡 拿了白卡之后 然后才看你的收入 是需不需要自己 付一部分医药费 好 多谢这位观众的电话 谢谢你 好 我们来听彭先生的电话 彭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我想问我儿子 他2017年 一搬去阿里亚拿州 读占科 他2017年 有五个二体加州的收入 去年有报税 去年前年也没有收入 不过在学校 他有买健康保险 我们健康保险 要不要报给IRS 不需要 他没有收入不用报 有没有健康保险也不要緊 他就算没有健康保险也不会罚他 因为他不用报税 就不会罚他 所以他没有收入 他是不需要报税的 好 多谢这位观众的电话 我们听下一位是蘇女士 蘇女士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我请问 那些自顾收入 有1099表和没有就敢报 那些贵点是怎样去拿 还有多少收入才是一个贵点 好 是不是联邦 属于是州的税 还是联邦税 你如果没有1099 你都是报上去 放在Schedule C 都是自顾收入 你也是要用那个收入 来给一个叫做自顾税 自顾税 就在Schedule SE上面 来报的 这个自顾税 是做什么用的 自顾税 就是Social Security 和Medicare 普通人做工 就1360元就拿一个工作点 但是你用自顾税的方式 来拿工作点 就要稍微多过1360 因为你的自顾收入 有7.65%是不用给自顾税的 就是只是92.35%是要给自顾税的 所以你如果是1360元 你给自顾税的收入 就低过1360 所以大概是要去到1400 1500元左右就稳固 就是每1500元的自顾收入 就拿到一个工作点 我想请问 如果是有1099表同步 对小孩申请大学援助 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你也是要报收入 所以他问到小孩有多少收入 他不会问你的收入 有没有1099 甚至他不会问你是W2还是1099 还是没有1099 都是按照报收入 那这些是属于联邦税还是州税 也是 联邦税和州税都是要给的 那个自顾税 就在联邦的报税表上给 那州就没有 所以我们说的入息税 入息税 入息税联邦要超过12000元 然后才有联邦的入息税 州的标准扣税额 是单身是4401元 即是他的收入如果超过4401元 他的州税那里可能就要给了 但是联邦那里的免税额是12000元 所以你报税的时候自然是 他会计算到你联邦有没有税要给 很多时候是联邦要给自顾税 但是州那里如果超过4401元 就只是给那个州税 我们听听下面黄女士的电话 黄女士你好 黄女士你好 是 我是黄女士 黄女士 是 请你问 林先生 我想问一下 我每个月都给那些medicare 扣我百多元 我经常都在香港 成两三年回来一次 但是每个月都给他扣 我想剪掉他 以后再回来定居再申请 可以吗 可以 但是要罚你 怎样罚法 每一年你不参加 你以后的保费就增加10% 增加10% 是的 如果三年就要30% 给多30% 以后你回来再申请部分B 你会多30% 这里有一个例外的情况 就是如果你在这里做事 你的雇主有健康保险 或者你的配偶有健康保险 可以补你的话 那你去拿这个medicare的时候 你告诉social security 你暂时不参加 因为你已经有保险 那就不会罚你了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时间就够了 我们一会再回来 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我们回到理财资讯站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听观众的电话 下一位是王太的电话 王太 你好 凯林先生 你好 我想请问你 我想在Daly City租一间屋 有没有办法找到 那间屋最近有没有死的人 他如果在三年内有人过世 他一定要告诉你 买屋也要告诉你 租屋也要告诉你 但他不说 他不说他有法律责任 你可以控告他 但我怎样可以找到 这件事要控告他 屋内有没有人过世 就写在死亡证那里 死亡证上面 有没有人过世 在医院或是在哪里 但你怎样拿到人家的死亡证呢 这件事真是拷头 我就没想过这件事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 有没有人 是懂得如何查得到呢 因为只有死亡证上面 除了那个之外 我想不到如何查得到 这个只有靠那个业主 要告诉你 你可以问他 你问他 他如果骗你 你们会发觉 这个是有法律责任的 我想不到是如何查得到他 如果大家观众 有这方面的常识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上来 或者你是电邀给我 告诉我 我下个礼拜 可以说出来 我们来听Winnie的电话 Winnie 你好 你好林先生 你好 是我是吧 是的 轮到你了 那我呢 我想跟个女儿问 她买那个 买什么 买什么 就是 那个 Lof Iwa 和那个 另外一个 什么 那个Iwa OK 我想 就是说 她那个 不用 不用保持她 60岁 那个 就是 Rof Iwa Rof Iwa 70岁半 不用拿出来 一直可以保持 你的女儿 多大年纪 我的女儿二十多岁 二十多岁 你代她问 因为她不懂 说广东话 是吗 是的 那么年轻的女儿 一定是Rof Iwa 你叫她买了Rof Iwa 五千五元 是 2018年还可以买 我买了之后 我一两年后想买屋 要拿回那个银子出来 可以吗 可以 随时拿出来 因为没有扣过税 所以随时拿出来 都可以 不用付税 又不用付罚金 只要不要拿到 那个收入就可以了 不要拿到她的 她的收入 收入是排位的 所以她可以拿回 把它放进去的那些钱 但是不要拿那些收入出来 因为收入要五年 然后才可以免税 和免罚金 所以不要拿收入 只是拿本金出来 那是不是去银行 告诉她 她就知道 买这个 那还需不需要 她另外 她投资是她的事 银行 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她 年轻的女儿 她是想入面 做一些投资 买基金那些 你就不要在银行开 你去折扣经纪行开 那些折扣经纪行 譬如Fidelity Swap T-Roll Price Vanguard TD Ameritrade 那些 那些你开Aira 或者RovAira 是可以用里面的钱 来做投资的 所以你可以叫她 去那些地方开 好了 我们来听一下 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王先生 轮到你了 我先问你 我以前买一间 买一间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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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过一个新的契机 你要签纸 他会叫你进来签纸 你签了纸 他去登记 就把那个产权 转给买你屋的人 你不用自己去搞的 好 不好意思 你明年的一月就会收到1099S 你报税的时候 你给报税的人 他就会跟你报在Schedule D上 但因为你两位在那里 住了起码两年 你就有50万免税 他也会把50万免税 在Schedule D那里 就来抵消了你的增值 所以你就不用付税 所以这个全部是报税的时候 你自己不用搞的 什么都不用搞的 OK 我还问一问 如果我立刻买房子 你又不用扣税 如果我买这间 我说你买另外一间 都是自己住的是吗 是自己住的 跟你这间买出去是没关系的 你可以用那些钱再买那一间 如果你买那一间在同一个County 是你买回再买回来那一间 如果那个价值是不超过旧那间的5%的话 第一年不超过5% 你是可以将旧的地税转移到新的那里 但是你报税那里 你会收到1099S 你就给报税的人跟你搞的 你自己不用担心 好的 谢谢你 我们来听何先生的电话 何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 是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卖房子的时候 有25万一个人的免税额呢 是 是 那是不是每一个 例子 我儿子买了一间房子 我父母都住在一起 父母有没有在屋企上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不打算卖一间房子 所以我们父母没有加个名字 但是是否赚超过了25万呢 如果说现在卖超过50万 差不多70万 你这样做 你先加了你两位的名字上去 加上他 加了你的名字上去 你两年有名字在上面 你又在那里住 每一个人有25万 三个人就有75万的免税额 你是可以加名上去 来拿那个25万免税的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 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睇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睇 很快就又到我们理财资讯站 最后一节的时间了 我都是来听大家的电话 这位是刘太的电话 刘太你好 您好 林先生 我想请教一下 我想问一下 那个Iva户口 从一个Iva户口里面的钱 拿去另外一个Iva户口的位置 是否有两种转换方法 一种是一年只能转一次 一种是无限次都可以 一年之内 一年只能转一次 转的方法 就是你拿钱出来 在你自己手上 然后你在60天之内 把它放到另外一个Iva户口 你只能够一年做一次 但是如果你是叫Iva户口的公司 或者银行 直接和你转到第二个Iva户口 你就每天做都可以 没关系 那我的问题就是 现在我收到一张 Charles Walker给我的1099R 那它在7那里写着G 好像Girl的G 那是当我是什么呢 我不记得G那个是什么 但它如果出1099R给你 而你这些钱 是不是你自己60天之内 放在Iva户口上 那也不是 因为又过了几天 过了60天 过了几天 它是这样的 我就是拿到另外一个位置 谁不知就没有日不成 然后过了大概65天左右 又回到Charles Walker的位置 等于是没有移动过的 虽然是经我的手拿出来 我放在另外一个Iva户口 那你后来有没有再拿出来 再放过去 没有啊 即是回到原来的户口那里 是 多少天之后回到原来的户口那里 65天 65天 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税局也不会太介意 所以你照样 你要报在你报税表那里 那它是哪种拿出来呢 你是放在4A 但是不放在4B 1040报税表 你一定要放在4A 因为你有1099R 你一定要有那个数 否则税局不放过你 但是你就不要放在4B那里 因为你没有离开到IRA 当没有离开到IRA 仍然在那里 那如果税局回来不问你呢 你就说我是放回去 但是因为中间有些阻滞 我就迟了几天 那税局是会通用的 你只是放在4A 那它当不当我是 是无限次那种的提取法呢 你这个等于是没有拿出来 你回到原来那里 当没有拿出来 但是你就不要再做了 因为它可以当你这个 这个呢 是叫做拿出来 又放进去 原来那个IRA那里 这个呢 严格来说是属于一年一次的 所以你不要再做了 你留在那里 好 我们来到听听听 下一位是周先生的电话 周先生你好 是 林先生你好 周先生 是 你问 是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是 我有一间屋 我想问一下你 我有一间屋我想办这个LLC 你这间屋是否自己住的 不是自己住的 是出租屋 你想搞个LLC 因为你怕被人告 所以你想把它放在LLC上 虧了它 就不会影响你其他的资产 是不是这样 是 是不是这样 你不要看着电视 你不要听着电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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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睇